大家好 我是您的养生顾问老安 每天见一面 健康多一点 医生的天职就是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在养生保健方面 自然研究的更加透彻 特别是中医的大家 比如彭靖山老先生就活到了95岁的高龄 他的老师更是超过了100岁 怎么做到的呢 今天老安来告诉您 是因为他们会经常练习一套功法 经络运动法 其中有一节就是我们今天讲的翘脚尖 怎么做呢 我们坐在硬板床上 双腿并拢 自然伸直 然后双脚自然向上勾 勾到极限之后 再自然往前伸 一般来说 连着要做32次 为一小节 可以早上做一小节 晚上再做一小节 人们的下肢上 分布着人体的足三阳 足三阴 六条经脉 经常做这个动作 对于治疗下肢疼痛 小腿经常抽筋 坐骨神经痛 膝盖骨痛 脚踝痛等等 都有很好的效果 树老先老根 人老腿先老 所以保养疏通腿部的经络 千万别等 接着 老安再给大家介绍三种方法来疏通腿部的经络 第一种方法 揉腿肚 用两个手掌 夹住您的腿肚 旋转柔动 每次柔动20到30次为一节 共做六节 这个方法能够疏通血脉 增强腿部的力量 方法二 甩小腿 一手扶墙或者扶着竖 先向前甩小腿 使脚尖向前向上翘起 然后向后甩动 一次甩80到100次为一 这个方法可以有效预防下肢萎缩 软弱无力 麻木 还有小腿抽筋等等这些情况 方法三 搓脚心 两个手掌搓热了之后 然后用手掌搓脚心 左右脚各100次 这个方法具有降虚火 疏干明雾之功效 可以防止高血压 悬晕 耳鸣 还有失眠等症 视频前的您赶紧的边学边练吧 如果您觉得今天的内容对您有帮助 建议您分享 想第一时间观看老安更新的养生内容 请点击订阅按钮 同时请点一下右边的小铃铛 这就是您对老安最大的支持 科学养生 关注老安 明天同一时间 我们再见